带着香转名表还搭配名车 不只如此 他还摆上满满千元钱砖 身材矜持的业性健身房馆长 时常在社群软体上高调炫富 热爱健身的业性馆长 在士林等地区共开三间健身房 但年纪轻轻的他 却拥有多支限量名表 其中还有虎面香转老力士 还说是全台湾第一支 在他的IG上还贴出虚拟货币投资连结 东泰中都是学云回馈 表示每个都赚到好几桶金 高调行径也被人检举 检警日前兵分多路搜索 发现业性馆长和自家教练 违法拉学员 透过代操加密货币 提供投资建议从中牟利 但他没有证券商资格 却涉嫌招揽建设房学员加入投资 检警这次带回十多人 依违反证券交易法争办 一 二 本人XX于2022年11月26日 听信XX的教练的单方面说词 我已经查证在社群网站 发布恶意重伤 对此深感抱歉抱怀 相有名气的平面女模 曾录影向健身教练道歉 但却被网友揪出 女模疑似被强迫 只见影片中的她 眼神诡异照稿演出 一度被形容为是 简朴在世道歉 怎么带这样多钱 叶姓馆长争议不断 这回又卷入投资吸金 尽管无保赤回 但检警查扣百万现金 认定他们没有期货商资格 依法送办 让健身房再次重为舆论脚点 3C行为固言从陈奥文台北长方报导